生无为之安 达到无为之安乐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而这个无为法就是长乐我敬 究竟真长 或武德后 一步一步能得无为法 生是进展 进生不断的向上提升 这样才能获得无为 也可以说是正得无为 才是真正之安 安乐才真正达到圆满 如果没有真正正得无为 所受的安乐 仅止于现阶段 在现实这个阶段 得到相似的安乐 不是真的 真实的安乐 一定要正得无为 什么是无为 无为的对面是有为 知道什么是有为 就知道什么是无为 简单地说 有为 有为就是有生灭 什么是生灭 妄想生灭 起心动念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灭 只要有念头 就在有为法中 这种安乐 这种安乐就不是究竟 什么时候没有生灭 妄念 这个境界 最低限度 是已经正得离心不乱 事业心不乱 还不行 事业心不乱 这在生灭范围 只是有很深的定理 把妄念压住 称他不生 其实是福 不是把妄念除灭 只是扶住他 因此还不是究竟 正得离心 智慧开 有为无为 一如不二了 便是真正无为现前 这才得到真正圆满的安乐 这叫生无为之安 这种理论 方法 这种殊胜的境界 除佛法之外 是其他学术所没有的 在这个世界 中国 外国的教学里 没有 宗教里 没有 科技里 也没有 唯独 佛法有 所以佛法教学 称为最殊胜 最圆满 我们学佛 就是要 生无为之安 果然 得到这种境界 在原教 在原教而言 最低的地位 是出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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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果位 我们 凡夫 业障 深重 依照 是开玩笑 是开玩笑吗 佛讲经 说法 没有戏论 留在世间的经 留在世间的经典里 人 是老实 是老实人 意见多 不肯听话的 不是老实人 百分之百听话 完全依照经典教导 依照奉行的人 一生中 决定可以证得 这个境界 凡事不能达到 这个境界 也就是我们 对佛的教训 没有完全做到 这个过失 不在佛 不在理论 不在方法 在我们自己 我们学习的心态 有问题 佛说这些话 实在是苦口婆心的 开导我们